歡迎收看新台派上線 今晚的節目沒有極限 鄭文燦到底有沒有涉入Time 1 這幾天大家都在關心 尤其是昨天 昨天是一個非常關鍵的法庭大戰 第一次檢察官申請 深壓所謂的鄭文燦 可是桃園地院說 不行 你的證據不充分 讓鄭文燦500萬交保 而檢方的抗告 高院也駁回了 可在昨天桃園地院再度裁定 大家注意是再度裁定 而且是不同法官再度裁定 鄭文燦依舊不用被生押 只是交保金額 從500萬加700萬提高到1200萬 可是昨天卻被媒體拍到 這位檢察官 既然連夜寫了所謂的再上訴的狀 在7點多的時候 交由桃園地檢署的公務車 送往高等法院8點40分 再抵達高院要完成抗告狀的遞交 講一講一講 這場司法大戰 檢察官還沒有放棄 檢察官認為他一定要把鄭文燦壓下來 才算圓滿 所以到底鄭文燦會不會被壓 到底鄭文燦在整個過程中 面臨到什麼樣司法的壓力呢 我們節目會來好好討論 尤其是昨天在開羈押帖的時候 裡面非常多的對話細節被傳出來 這是來自於鏡周刊的報導 生押二度遭博輝 法官重話訓斥檢方摸索證據 狀況是這樣子 因為昨天二度開生押帖的時候 鄭文燦依舊沒有被生押 加了700萬 總共1200萬讓鄭文燦繳保 可是在生押帖裡面 這個陳審法官叫做方凱峰 直接對這個檢察官說 此案七年經歷數個檢察官 都認為證據力還不到搜索起訴的程度 此次除了收押者的口供之外 並無其他更新的證據 你檢察官等於是摸索證據 用口頭拼透證據 這句話其實講得非常非常重 可是對於這樣的指控 檢察官並沒有當庭做出任何的回應 甚至鄭文燦的委論律師 還直接跟檢察官說 檢察官你說這個此案是白手套 這個白手套是華雅科學園區重劃區主委 台壽集團顧問廖俊松的兒子 說這個白手套到了鄭文燦官邸之後 用手勢筆武向鄭文燦示意 可是在監聽議文卻顯示 廖子從官邸離開後 與妻子通話說自己把錢塞在桌子底下 怎麼從輕鬆變成塞在桌子底下 而且最大的矛盾 檢察官回答不出來 鄭文燦的辯護律師說 這個行為如果都在管底 表示不會有第二個人或是第三個 閑閘 冷冷在此 如果是這樣為何要比武 為何要塞在桌子底下 針對這樣答覆 檢察官並沒有做任何的回應 所以鄭文燦到底會不會被深壓 到底會不會被定罪 完結節目會有更多的討論 可是對於我來說 如果鄭文燦真的有貪污 拿一塊錢把它關 該怎麼關就怎麼關 該關多久就關多久 可是問題是國民黨 你現在到底想要給司法一點喘息的空間嗎 從爆發鄭文燦案子到現在 國民黨對於此事件的定調 五個人也有五個人的版本 可是不約而同這五個人的版本 最後一定見指什麼 見指民進黨的不對 比如說這件事情剛出來的時候 王洪輝就說了 哎呀這個是賴系跟英系在逗訪 好你硬要講鄭文燦是蔡英文人馬 我也就認了 可是沒想到在賴清德跟鄭文燦 都沒有回應的前提之下 鄭文燦二度逃過被深壓的時候 王洪輝臉掛不住了 王洪輝這樣說 哎呀鄭文燦檢方深壓鄭文燦又敗 之所以敗的原因是什麼呢 是賴系檢察官體系和英系的 法院體系大鬥法 哇我現在什麼時候我都不知道 檢察官現在歸賴清德控制 法官現在歸蔡英文控制 你邊故事要不要邊完整一點 另外一個呢 鄭文燦二度交保然後呢 要大反攻 鄭立文出手的結局是什麼呢 鄭立文就說 鄭文燦今天之所以走到這步田地 就是被什麼呢 被賴清德鬥 被賴清德鬥很簡單 他找誰呢 找吳乃仁來求情就一定有用 哎你現在是怎樣 你當法官是塑膠 當檢察官是塑膠 吳乃仁求情有用 吳乃仁求情可以搞定法院嗎 吳乃仁有必要把自己搞成現在這個不田地嗎 再來了 這個更誇張 林陶說 鄭文燦有沒有貪污不是重點 主要是做了這三件事 導致鄭文燦被收押 哪三件事 一 找中國歌星胡歌來台唱歌 二 有意挑戰三北 三 鄭文燦想指定 二零二六年桃園市長提名人 所以賴清德就把你刮起來 哎 我坦白講 中國的公眾劇都不會這樣子寫 你們國民黨敢 有鼻子有眼睛的指控這種事 會不會覺得羞羞臉啊 讓我覺得更扯的事情是 現在網路上這樣出現非常多的聲音 攻擊鄭文燦什麼 哇 鄭百億就是鄭百億 竟然呢 可以火速籌七百萬啊 你到底有多少錢 我講句難聽一點 比交保金 誰比得過國民黨 我再講一次 比交保金 誰比得過國民黨 蕭吉田八百萬 蔡正遠一千萬 岩寬恒一千萬 廖國動一千萬 賴樹魯一千五百萬 這最厲害 最厲害 林毅市五千萬 五千萬十七個小時湊足 外加 外加什麼呢 林毅市不是知道檢察官要來嗎 燒掉的一百萬美金 他可以抽出八千萬的現金 我講句難聽一點 如果你們連一個人的交保金都要去嘲笑 說他籌錢很快 我就問 實務上誰不是先把錢籌好 等待法官宣判第一時間拿出交保金 請問 你們用本銅的力道去批判小幾年蔡正元 岩寬恒 廖國動 賴樹魯跟林毅市嗎 甚至連鄭文燦的財產現在拿出來檢討 現在有人說了 鄭文燦最新財產申報露線 十年變化 網路看待 五百萬只是零頭 細節晚點再講 解一講 他說什麼呢 鄭文燦從2014當桃園市市長到現在 2024年總計十年 十年財產多了兩千萬的存款 真是太離譜了 我先不算鄭文燦賺多少錢 我也不算他的夫人在工部門服務賺多少錢 我就問一件事 徐巧希一年增415萬的時候 你們有沒有講話 沒有嘛 徐巧希一年加415萬的時候 你們都裝死 然後鄭文燦十年加2千萬的時候 我們就說這個一定有貪污 鄭百億太離譜了 所以我要談一件事情是 我再講一次 鄭文燦就算有貪污 或者是他如果有拿一塊錢 該怎麼關就怎麼關 而且崇重量刑 可是代表你們國民黨 可以用編故事的方式 可以用川鑿復位的方式 甚至用幻想的方式 幻想是因為鄭文燦找胡歌來台唱歌 有意挑戰鑽北 而且想指定2026桃園市長的提名人 所以今天被抓起來嗎 這個對於台灣的司法 是個赤裸裸的羞辱 以上這麼多精彩內容 都在今天節目討論 進入節目討論之前 現在介紹今天來賓 第一位是民進黨討論會執行長王一川 阿川你好 大家好 第二位是資深沒錢 王瑞德瑞德哥你好 大家好 第三位不得了 鄭重介紹 鄭重介紹 今天終於請大家喝飲料 請大家喝飲料 對不對 兩個禮拜了 把兩個禮拜前的兩千塊吐出來的 立院榮譽顧問陳柏惟 3Q你好 大家好 3Q 再來是這個時事評論員吳靜宜 吳靜宜你好 大家好 再來是這個政治新教授 范世禮 范老師你好 大家好 再來是國民黨新北市議員 呂佳凱 佳凱你好 大家好 再來是律師陳軍委 軍委律師你好 大家好 進入到節目討論之前 我們先給大家看一下 鄭文燦關於他交保的相關報導 我們來看一下 謝謝 鄭文燦涉嫌收賄 傳出和華雅科技園區的擴地案有關 近年來案件曾依證據不足 亮度牽結 陶檢這回重啟爐灶調查 在他生日當天當庭生押 但桃園地院法官方海鋒認為 檢方是以其他被收押者的口供當新證據 當庭質疑是在摸索市政 再度裁定交保 檢方不服 再提抗告 看到發回之後所說的摸索人證據的問題 其實就是在提醒檢方 用證人的證詞 就想要把被告押起來 避免押人取攻的情況發生 鄭文燦9號在開機押亭 交保金額提高到1200萬 但依舊保有自由聲 法界分析 關鍵是在收賄市政薄弱 全案雖然在7年前就啟動調查 歷經4位檢察官偵辦 卻適度請票被駁回 對於第二法官來講 他會認為說你這個偵查做一個 你既該搜證的這個時場 經過非常深淨 還沒有辦法說服到法官認為 而程度已經強烈到必須積壓 否則目的不大 周一高院將交保裁定發回重審 外界普遍認為鄭文燦高機率被收押 但桃院法官仍是看證據說話 檢方雖然有相關的證據影像 但鄭文燦針對歸還細節交代清楚 才二度躲過羈押 瑞德哥 昨天這個二度聲音 阿倫的聲音坦白講 跌破所有的眼鏡 我們電視台所有去現場跑的記者 或是對於這個案情有了解的法界人士 都說大機率鄭文燦會被壓起 沒錯 結果沒想到一回報 哇 竟然二度交保 結果的細節現在傳出來 第一件事情 法官現在當庭說檢察官叫做摸索證據 什麼叫摸索證據 晚點來解釋 另外也就這個聯合報 這個重判畫面講得非常非常清楚 他說本案法院無法裁定鄭文燦羈押 和檢方事前的取證打底 有一定程度的關聯 檢方曾適度申請搜索被法院駁回 在完全沒有搜索的情況之下 檢方當庭改列鄭文燦會被告 雖有相當把握 但也表示檢方手上的證據 還是有很大的補強空間 瑞德哥 你跑四位那麼久 這個案子其實蠻怪的 對 沒錯 你知道三十幾年前 你知道那個檢察官有多大 監聽檢 叫你聽就聽 然後呢 那麼這個搜索權 檢察官去 說搜就搜 然後擠壓權檢察官收 壓就壓 以前檢察官多大 以前檢察官來的時候 大家卡不定了 那後來就為了人權 所以全部把它收歸為由檢察官申請 然後必須要法院的法官同意 現在的台灣的人權保障是這樣 鄭文燦這件事情到底有沒有 鄭文燦必須去誠實面對這個官司 但是在兩次的這個桃園電話法院 針對檢方 所謂檢察官所申請的這個 你有沒有發現一件事 檢察官就反正非壓 鄭文燦不可 對 我就是一定要把你建文燦收壓 沒有收壓就不行啦 昨天一被駁回 再看一次 這個檢察官連夜寫所謂的上訴 然後晚間7點32分 討檢的抗後狀到桃園 桃園最速箭8點 递出公務車到高等法院 8點4就到高院了 檢察官非常認真啦 摘检法服啦 但是我告訴你啦 非要把當事人壓下來 並不表示這個檢察官做的事情 就對了 對 媽媽嘴命案 還記不記得 是 媽媽嘴命案當時檢察官 為了要押他的老闆 女性老闆嘛 他的押不成對不對 他講了一句話說 這個他覺得對這個 好像對這個社會有種虧欠 對 很可惜沒有辦法把他押住 最後證實 女性老闆是無辜的 對 是謝伊函一個人幹的 跟老闆沒有關係 但在那個氛圍下 你會誤以為說 應該把這些人都押下來 對不對 所以呢 那麼事實上有時候 跑社會新聞跟當檢察官 還有當包工一樣 不可以先入為主認定 誰就一定是罪犯 是 在三審定宴前 都要假設被告是無罪 對 那鄭文山必須去面對 我從頭到尾都會講 鄭文山必須去面對 這五百萬是怎麼回事 對 但第一 為什麼第一 當時第一次的時候呢 檢察官要求收押 那麼為什麼 桃園地院的法官五百萬交保 還是讓他交保回去 對 為什麼後來不服 那麼像高等法院抗告訴 抗告以後呢 那麼高等法院花回從財以後 一千兩百萬 大家都以為是收押嘛 對 那一千兩百萬 當然現在有可能是不是還會 再從財等等 對 我跟你講 如果沒有在這個 如果因為社會的壓力 所以硬要押鄭文山 那這個法官 這就不是我們要的好法官 對 好法官就是 該押就押 如果不到押的地步 對不對 我跟你講他也沒有認為說 鄭文山是完全無辜的 對 否則他不會把五百萬的 這個相關的 變成一千兩百萬 變成一千兩百萬 至於去諷刺媒體去諷刺說 哎呀 法官給檢方留言 顏面加了七百萬 就鄭文山 四十分鐘 就把錢抽好對不對 這是媒體在酸 你知道嗎 你現在檢察官在上個月 六月的時候呢 已經把廖姓父子三個人 跟這個侯姓的相關的一個 那個幹部對不對 收押了嘛 那台塑的這個前陽性高層已經退休啊 他確實 九十幾歲了 他九十幾歲之外呢 他在桃園啊 確實藍綠通吃 對 然後媒體公關做得非常好 對 也號稱是連王永慶都能夠對他 這個等於說 聽進去他的話嘛 是 那他年事已高 所以讓他回去 那麼因為有這麼一段 那所以呢 這個案子檢察 那個檢察官要求生下過程當中 法官並沒有認為鄭文山是犯的 百分之百清白 沒有 對 然後但問題來了 問題來了 法官認為你要你要 我們這裡有律師等一下會說明啊 你要把一個人 一個嫌疑犯被告 你要不要收押禁件對不對 對 他必須為什麼要這樣做 他必須符合幾個要件 就是他有逃亡 湮滅政績跟串蹭之餘 是 這三個要項 他必須要 這個完全都有 那都不符合啊 因為這個案子 都被押了哪來串供 這個案子已經七年前 都收證完畢啊 他離開桃園市政府已經一年半 對 然後警戒而來 你們不是有監聽然後跟監嗎 對 然後這些東西呢 所以呢 被告也有口頭上的陳述嘛 是 可問題是現在請問一下 你們有任何 如果檢察官有任何一槍斃命相關的東西 那我講的就收押了 是 所以說法官才說什麼 就收押了 法官才請問 死案七年來經歷訴個檢察官 沒錯 你這個新檢察官 沒有新證據 等於摸索證據耶 所謂摸索證據就是說 你都是根據這些被告 被告他的口供 對不對 你要知道人證物證相關證物 對 你不能只聽片片之詞 就把某個人給收押 收押 收押監見 對 這就是所謂的摸索證據上面證據 我沒有具體足夠的證據 然後把那個收到今天 那我告訴各位 因為呢 現在的這個 我們要檢察官要把一個人給 這個等於要申請 向法官申請要收押 對 必須把相關的證據呈上去 對 對方的律師也可以越見 對 但問題是 常常檢察官不想手上的王牌 讓對方的律師在越見的時候 什麼都知道 先藏一些 那以後這個官司怎麼打 對 那我們這裡有律師就知道 檢察官通常最最重要的東西 他不會讓你知道 對 因為知道了以後 我講談話的嘛 這就是所謂的偵查不公開的要件 對 因為我要繼續追查 我可能有什麼秘密證明 還什麼東西 我不知道你知道 可是問題是我要收押你 我又必須把它拿出來 對 現在就要看你們這個檢察官 桃園地監署的檢察官 他能不能每次都拿出更多的東西 是 拿出更多的佐證 然後可以讓法官說服說 我一定要把這個人給壓起來 對 這樣的話呢 那麼法官就會認定說 他可能有人指證他 拿了這筆五百萬 那可問題是 鄭文燦有交代 可是 現在事隔七年 你們的蒐證 不管是跟監照片 或是幹嘛 像是最有名的 就是媒體所傳出來的說 監聽議文 監聽議文 裡面有時候 這個卡點就有了吧 你有沒有親手交給他 或者怎麼樣 說他關底 我已經把錢塞在這個桌子底下 對 請問一下媒體會無中生有嗎 不會 對 那請問你這一段 是誰放出來 不就洩密嗎 是 不就是跟我講的一樣 媒體的天職 專門破壞 政查不公開 那我問你 是誰故意把這段 洩漏給媒體 給他爆出來的 不知道 不知道 但是就是 可是檢方就是很想把他收押 是 那你放這段出來以後 是不是讓社會輿論認為說 鄭文燦有拿錢 對 鄭文燦就罪該萬死 人家都已經把錢放在桌子底下了 對 那你還不收押他 變成形狩這樣 當然今天還是 桃園這邊還是說 桃園說 我們要追查誰泄密 你查給我看 是 你查給我看 查到鄭文燦 搞不好這個案子已經打完了 你的泄密都還沒有查出來 是 所以從這樣子很簡單 那麼包括這些檢察官 這些法官對不對 我覺得我不認識這個方海峰檢察官 法官 不過他不會去任何的壓力呢 根據現有的相關的證據 我覺得這是一個好法官 是 因為從過去的審判的一些案例裡面 看得出來 他的審判品質是值得肯定的 所以先不要有先入為主的觀念就是 一定是他 一定是他 或是他有他沒有 那淪為政治 甚至於認為說 這就是賴清德 要整這個 比如說鄭文燦 你有說一大堆 說鄭文燦要選新北 他要選新北 不是要跟賴清德去拚總統 然後呢 緊接著來對不對 我問你嘛 這個案子 這個檢察官桃園 其實是桃園 那個調查站的 蕭信的這個調查官 他去跟這個檢察官合作嘛 這已經是幾年來的事情 七年 我問你 這個賴清德進行在做什麼 進行 最早進行在做行政議長 再來在做副總統 我還沒聽過副總統 有那個材料說 這個檢察官是他的人 說這種話的人 就是台灣的司法 完全不了解 而且 因為他們都認定 檢察官跟司法 是可以用所謂的 這個政治的壓力呢 去達到他一定的結果 才會去講這樣的一個 外行的話 狀況是這樣 因為有些內行 或是專業的話 要拜託你來解釋喔 因為第一件事情 聯合報的縱觀派快評 這件事情我很意外 因為聯合報 其實他們跑司法 跑得非常非常細 可是他的快評是由 竹筆社寫出來說什麼呢 你二度身壓都失敗 就一個原因啊 檢方手上的證據 還是有很大的補強空間 這第一件事情 什麼叫很大的補強空間 因為現在傳出 昨天在升壓庭的時候 裡面說什麼呢 說法官直接跟檢察官 用重話去訓斥這個檢方說 欸 此案七年來 歷經數個檢察官 都認為證據力 還不到搜索起訴的程度 而且這個搜索票 就我們了解是 適度申請 適度駁回 這是不是很罕見的狀況 等一下你幫我解釋喔 第二件事情 因為這個審判的法官 面臨到非常非常大的壓力 全世界 全台灣媒體都來關注 你壓或不壓 你都會有很大的壓力 這個法官叫做誰呢 這個法官是司法訓練所58期結業的 他叫做方凱峰 而且呢 業界的人 對他的評價都說什麼呢 說他喔 剛只能獨立判斷事物 不為外在壓力 他過去處理的案子很OK 相當有質量 你也有朋友跟他交手過 他到底是什麼樣的人啊 好 我首先講那個 正好你講什麼叫補強證據 我引一個法條啦 好 我先講 我說這個檢查官 我覺得你很有尷尬 你敢辦正文燦 你還敢收押他 但我覺得你的法學能力有待加強 什麼 我就是這樣直接挑戰 這麼重 對 我說我舉一個條文嘛 刑事訴訟法156條 你有沒有唸過 你沒有講 被告共犯的自白 不能成為有罪判決的唯一標準 剛剛正好你講什麼 目前我們擁有 確定就是什麼 就是共犯的自白 我外行人 我想說我理反 有人自白就OK了 當然不是 如果這樣就OK 那我跟呂家愷說你貪污 那你就貪污 你就要被加強 對喔 這叫笑話 所以法學是說被告的供詞不能成為判斷的唯一標準 沒錯 而這個檢察官手上只有收押者的口供 沒錯 所以我才會說 我覺得你很有尷尬 你敢押鄭文燦 但我覺得你法學素養 我挑戰你 是 因為條文你都沒有看嘛 對不對 這是第一個補強 我就用條文我就送你嘛 對 第二個什麼叫摸索證據 對 什麼叫摸索證據 摸索證據我先講 他是一個光譜 他在中間 他在右邊 大家一定認識 他叫自由證據 就自由證明 自由新證 法官如果今天看一看 我覺得怎樣就怎樣 我覺得你大概 我覺得李家愷帥就帥 對 帥就帥 窮大壯就壯 對 鄭浩看起來有貪污就貪污 我不用 不要再舉我力了 我就落選四次了 我沒有貪污的資格你知道嗎 對 沒有貪污 就是這光譜的最右邊叫自由證明 自由證據 那往中間推叫摸索證據 你望文生意什麼叫摸索 介於有跟沒有之間 對 就摸著石頭過河 對 你有一些 你有石頭 你有一些基本根基 對 那他根基就什麼 又回到同樣問題 就共犯自白馬 那我請問一下 共犯在一個非常強大的壓力 而且檢察官 就有可能壓你的狀況底下 他能夠不講出某些 他也不見得覺得正確的話嗎 對 這是有疑慮的 所以這一 而且你知道我們辦案實務技巧 常常會這樣 就是說他會講說 那個誰誰誰 剛剛已經認罪了 那你要不要認罪 糊弄他 糊弄嘛 對 我不是說 陳檢察官一定有這樣做 但我說這個是辦案技巧 很常見 所以這個叫摸索證據 這個叫光譜的中間 就是我摸著石頭過河 我有一些基本的根基 那這個叫摸索證據 那你就要壓人 這個是不可以接受 自由證據不可以接受 摸索證據不可以接受 你必須要回到最右邊 最右邊叫什麼 嚴格證據法則 等一下 法律上要採嚴格證據法則 沒錯 法律上就是要採嚴格證據法則 所以在本案你一定要什麼 第一個共犯自白 第二個 你有沒有什麼 他逃亡的可能性 比如說 你最近可能發現 鄭文猜他藝裝 他在學習 買機票 對他在買機票 他學藝裝術 剪頭髮 對剪頭髮 或者說像之前孫明德 為了要逃 他去拔牙齒 對 你有相關的證據 你才能說他要逃亡 那接著他有沒有勾串共犯 比如說 他最近有沒有跟其他相關的這一些 被壓的人或其他證人 有一些賴對話 有一些電話被監聽到 沒有嘛 你監聽到之後說什麼 他就那個其中一個共犯說 我要送五百萬力票 對 那這個跟 這個跟 善共沒有關係 沒有關係嘛 他的對象是跟他的老婆 他不是跟鄭文燦 所以代表 你根本沒有符合嚴格證據法則 你只有在摸索 所以法官直接就搶你 甚至我覺得法官都要很客氣 你這個 什麼叫很客氣 你講這個摸索證據 其實就跟他說 你回去念書 回去念書 你席式說法 156條第二項 你又沒有念 是 因為在我們律師看來 我們覺得這個是太誇張 怎麼會有人因為共犯自白 就把人家收押 好 那你講這邊 我對這個法官就好奇 因為這也是聯合 我特別我找新聞都好好找 這也是聯合新聞出的 鄭文燦在交保外界証議 積押庭法官叫做方凱峰 他說他封評家 這個方凱峰說什麼呢 第一個他是不會畏懼外在壓力的 而且他的頭 學長學技大家評語是 剛職能獨立判斷事物 而且是認真工作 而且他的案件相當有質量 對被告態度也不差 算是難得的好法官 你說你也有朋友 道友啦 你們叫道友 也有同業道長 也有跟他交通過 有開過他的 他的封評真的不錯 他封評的確 在我們法律師界封評是不錯 他的確是實事求是 你有多少證據 你就講多少話 那你今天只有共犯自白拿上來 你就要叫我收押鄭文燦 你沒有鄭文燦逃亡 沒有他湮滅證據 沒有他任何其他這個 勾串共犯的資料 你叫我押一個行政院前副院長 我覺得這個法官 你說翻凱鋒不想吞 但是你家的事不要叫我吞 當然啦 因為我是 其實我們自己私底下 我有去問過這個檢察官的一些朋友 學長弟 他是說 他的個性其實也是蠻正直 也是像方法官 那只是說他們的立場可能不太一樣 檢察官他就想要押 那我是希望說他不要再堅持下去 因為老實講以我們律師來看 你已經被打臉兩次 老實講有一點 不是那麼好的事情 不好的事情 講說怎麼樣 已經不是那麼好 我相信你再抗告上去 縱然今天高院在發會 而且我要特別講 這個一千兩百萬這個寶金 是有玄妙的 為什麼 因為如果一審的寶金是五百萬 照道理我要避免他逃亡 我可能加兩倍 所以照道理加兩倍是多少 一千萬 對 但是他不只一千萬 他直接再往上加 加兩百萬 所以有人說是給高院面子 不僅是給高院面子 但同時他也跟高院跟檢察官講 你賣卵 可以停的 對 就讓文燦兄回去吧 是 而且我要特別跟大家講 其實你回去看這個 他們發的新聞稿 法院發的新聞稿 他特別講 鄭文燦他涉嫌 其實犯罪嫌疑重大 他其實是重大 其實不符合羈押的要件 這也是跟官方朋友特別講 你犯罪嫌疑重大 不代表他會逃亡 因為全台灣都認識鄭文燦 你怎麼可以想像成鄭文燦 喬莊一個老婦人 喬莊一個女生 脫跑到什麼什麼 機場 澳門 香港 偽造證造 然後出國 或者他甚至 檢察官還有說 坐桶子 鄭文燦做桶子出去 不可能 滑船滑到對面 不可能 甚至這個檢察官他還講 說鄭文燦 你有可能不是自己去串貢 你透過你的司機跟助理 喔 問題是其實你透過司機助理 大家不認識他嗎 照樣認識嘛 對 而且你用什麼管道去透過關係去串貢 所以地院的地院的新聞稿也有說 尚難證明鄭文燦會通過司機或助理去串貢 這只是檢察官的猜測而已 沒錯 而且我要講一個重點 在串貢裡面 假設要構成羈押 常常大家會誤會 就是說 只要我幻想說他未來可能會這樣做 我就可以羈押 No 不是未來 是過去 什麼叫過去 你過去曾經透過你司機去傳訊息 這才會構成羈押的要件 不是你幻想未來為什麼 對啊 那我幻想 我也幻想鄭文燦的所有親朋好友 哥哥 媽媽 婆婆 所有人都壓起來嗎 所以大家要特別注意 這部分是不構成羈押的理由的 是 非常謝謝雄大律師的分析 其實坦白講法律對於一般人來說 還是有一段距離的 所以我們剛剛聊完法官 我對於檢察官其實也蠻有興趣 因為這是聯合獎這個法官 是封評很佳的 可是檢察官的 很想押鄭文燦 昨天一被駁回之後 馬上開始寫上述狀 寫到7點32分 就把陶檢的抗告狀遞到陶院 陶院最速箭晚上8點 派公務車將抗告狀送到法院 最高等法院 結果8點40分就打高院 所以你看起來這個檢察官是很積極 很想要去押鄭文燦的 可是昨天我看到西文 有台的西文的一個標題 我認住了 承辦檢察官 陳嘉義是徐曉星同學 不服1200萬交保在抗告 這裡也有徐曉星的事 我們進一段廣告回來 讓Grace好好跟大家分析 現在這個陳嘉義在網路上 發現原來跟徐曉星 真的是同學